继续带大家关心一下巴黎奥运的赛事 我们的跨篮好手张柏雅呢 这次参加的是田径赛程100公尺项目 在闯过外卡赛之后通过资格考验 随后在日赛跑出了11秒88 创下了本季最佳成绩 不过呢小组排名排在第9名 无缘晋级准决赛 而在赛后呢他也跟我们分享了 这次他参加奥运的心情 现在你听一下他怎么说 其实在准备比赛上有一点紧张 因为第一次站上就是运动员的最高殿堂 害怕自己会准备不足 然后可能会发挥的没有那么好 不过跑完资格赛的时候 有顺利的取得预赛的资格 所以其实是蛮兴奋的 然后在跑预赛的时候 过程也有做的还不错 可能就是因为脚有点不舒服 到后面的话就是只有 就是撑住然后跑完 所以其实结果还 结果还算满意啦 其实过程有做好 这样是对我最好的结果 我们的博雅年纪其实还很轻 只有21岁 而他有阿美族的血统 爸爸曾经练过跳高 妈妈则是100公尺的跨栏选手 他也承袭了父母的运动基因 走上了田径这条路 奥运的初体验虽然没有成功晋级 不过呢也是相当宝贵的经验 能够代表我们台湾踏上国际舞台 就已经是一件非常优秀的事情 所以我们的博雅会再坚再厉 继续在国际赛事上发光发热 我们电视机的前面观众朋友 也别忘了给我们的博雅 一个热烈的掌声鼓励 以上是我们三连新闻 掌握的最新情况 先把时间镜头交回公平